欢迎收看优势万区资讯新闻 我是特派记者李塔夏 陪加州华人文化体育协会第22届运动大会于8月3日 在中半岛红木城的Squire High School田径场神大巨星 这次的活动吸引众多的嘉宾到场支持 每个团体也纷纷表演节目为大会增添光彩 开幕式上气氛格外热烈 大会隆重的点身或仪式为活动解开了序幕 象征着运动会的开始和活力 随着生活点燃现场掌声雷动 让这个运动会充满了激情和欢乐 这次活体会设置了多个比赛项目 包括田径锦标赛足球锦标赛操地排球 武术太极广场舞比赛等等 此次活动还设有欢乐舞台 那杯小吃镜子活动和绘画比赛等 为各年龄层的参加者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乐趣 北加州华人文化体育协会执行长李静芬至此提到 虽然无法与奥运会相提并论 但是有共同的精神还有梦想 他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们所遵循的更快更高更强公平的竞争 而且团结和谐 以体育来展示我们的友谊 这个宗旨目标我们是一致的 那华体会我们最早的宗旨目标呢 就是专业运动人员领导体育项目 第二呢丰富我们弯曲的体育文化生活 第三呢是培育我们的下一代呢 能够代表国家队参加比赛 华体会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华体会呢 想要更深入我们的社区 所以我们需要跟各个其他族裔的朋友呢 一起呢来让我们的这个社区呢 更健康更团结体育文化来做个载体 华人呢希望能够团结所有的族裔 让我们整个社区会更好 这次运动大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神会 也是一个促进文化交流的平台 华体会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活动 进一步融合主流社区 为主流社区提供了解华人文化的机会 并推动不同族裔之间的合作与理解 这次运动大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神会 更是北加州华人社区的一场大聚集 促进了文化交流还有社区凝聚力 期待未来的华体会能够继续创新 带来更多精彩的活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